宜兰不止好山好水 来这儿一定要品尝在宜兰有30年历史的道地名产金枣蜜蜜 那您见过几乎透明的金枣跟荆棘吗 经过淘米的水金枣口感酸中带甜 甚至还媲美法国餐后甜点 另外全台蛋糕代工大王也在附近 老板成立了观光蛋糕工厂 让您亲眼目睹在欧洲有蛋糕之王美称的年轮蛋糕 宜兰每周路上这处蜜茧馆 散着刚采收的宜兰金枣 你很难想象这一颗颗看来生硬的金枣 居然会变换成这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金枣 几乎透明的金枣里头还透着糖蜜的酱汁 难怪堪称是宜兰最人气的伴手礼 打开吗 打开跟那个一样 所以等一下来看那边 来到蜜茨间 我们看到和传统蜜茧制成大不同 吴厂长说老板坚持从原料就下功夫 只选用宜兰金枣 香气中皮脆果肉饱满 糖制室里的大干瓮里 是葡萄糖砂糖等调制而成的糖浆 让刚经过水洗砂金的生金枣 要入大大的桶中 穿上了一层层糖衣 透过渗透过在原理 以糖分取代了水果中的水分 金枣水果它的新鲜的 它的甜度大概说11%到15% 这个甜度 那我把它加工之后 我要提升到65% 就是65度的这个甜度 所以我要在糖制的这个动作里面 要经过4到5天的一个加工 这个阶段师傅得不停地用糖度计来检测 糖制完成后 经过热风干燥 有别于传统的日晒法 可以完全掌握卫生品质 看完糖制的金枣 我们眼前突然看到一大盘 好像咸鸭蛋的玩意儿 居然出现在蜜剑工厂 厂长 你们这边不是蜜剑工厂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蛋黄 一层一层都是蛋黄 这个叫素蛋黄 素蛋黄 对 这个是用蚁蚁 蚁蚁 蚁蚁 就做出来的 所以它长得好像蛋黄 怎么做成太透明了 这个过程很辛苦 你想要看我带你去看 可以看吗 可以 没有问题的 厂长他为什么一直要拿汤匙摇来摇去 有没有看到很漂亮 这个在做一个平管的检测动作 这个外观 它的那个形状还有透明度 是不是符合我们终点的一个要求 所以要人工一勺一勺摇起来 没有啦 当然这个是要求一个平均值 原来不只有金枣蜜剑 还有象征大吉大利的蜜金吉 也是超人气呢 最后再用高贵的金箔 轻轻点上花瓣的模样 瞬间变身成高档的甜果子 一颗颗金银剔剔透的金枣蜜剑 和这媲美霸国甜点的高档金吉蜜剑 顿时把台湾蜜剑的身价抬高了 而宜兰的金枣名声也推广到全台 甚至国际 很多民众喜欢加热喜欢到花东地区来玩 但是他不晓得该怎么去认识这个土地 那中小企业树这一次就帮我们很大忙 它就藉由各种方式 像一画 像是在地行销 像是做联合的这些展览 有越来越多的客人 远到来拜访着水晶枣的发源地 老板娘也将工厂改成了观光工厂 不但有可爱的机器乐团 甚至让人一踏进来 仿佛置身欧式咖啡庄园 其实伊兰美洲路上不只有水晶枣 听说还有一个全台最有名的蛋糕代工天王哦 好吃 好吃 一走进门 各式各样的蛋糕让人垂涎三尺 听说还有正殿之宝 就是这棉伦蛋糕 哇 有着满满鸡蛋香的原味 和浓浓巧克力风味 形状造型和口感都让人惊艳 幕后推手就是它 有着一张圆圆脸蛋的老板戴文典 它可是全台蛋糕的代工天王哦 对于蛋糕的属性种类 它可是达人 经过我们在山要求下 它终于愿意亲手做上一条 在欧洲有着蛋糕之王美称的 年轮蛋糕 听说很难呢 老板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年轮蛋糕啊 很香耶 很香哦 对 可是蛋糕一般都是平躺在桌上 不会像一串一串的啊 这就是我变出来的啊 走 我带你去看 好 走 蛋糕的面糊本身就带有连性 那它这个除了它 面棍它会自转之后 它还会有公转 它一层一层裹上去之后 再经过直火的烘烤 让它定型 那这样不断地循环 我们在12层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聊着聊着我们赫然发现 推动虐狐的这双手 26年前居然是做黑手的呢 以前会吃蛋糕 大概都是在受到结婚心情的时候 在吃的蛋糕 所以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都为了吃那块蛋糕 那就完结 所以我妈妈就讲说 哎呦 偏思啊 那要吃蛋糕 老板比较自己做蛋糕就好了 就像蛋糕一般 人总要经过考验 以这热力自射后 这条巧克力年轮蛋糕 终于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咯 依稀可以看到 上头一层层的纹路 而说到这儿 老板忍不住分享 当初坚持把工厂开在宜兰 虽然是偏僻了些 但还好透过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帮忙 透过网路 让一块块美味蛋糕 让大家可以寻香而来 在宜兰的土地上 水晶岛 年轮蛋糕 用创意成功颠覆传统口味 也让越来越多人 爱上这让人难忘的好滋味